成功率是很重要的 解號三分外線兩大步的距離 結果貝克抓到進攻籃板 球碰距超成比分 結果這邊沒有喊暫停喔 鋼鐵人王綠翔在後場持球 最後的40秒鐘 球還是要送到塔克的手上 趕快出來救教 聖德維 進攻時間剩8秒了 塔克終於拿到球剩6秒鐘 要來單打姐夫 可以掩護之後 塔克老師跑動式的出手沒進 籃板球 必須要犯規了 成立換拿到 要趕快犯規喔 與正如趕快過去犯規 這個反應有點慢 對 其實這也是鋼鐵人剛剛那波進攻的問題 因為場上的陳宥偉還有王綠翔跟鄭德維 都是菜鳥球員 所以說 進入到半場陣地戰以後 你要怎麼去把球交到主力手上 因為剛剛塔克老師拿到球的時候 只剩下6秒左右 好 好 現在 陳肯明有再度接受考驗 不會把 第一球又沒法進 塔克老師在旁邊偷笑啊 不好好唸書啊 對 不過第二球如果沒進的話 籃板球喔 鋼鐵人必須要拿到 他們比較矮小 好 第二球罰進 哦 場邊應該可以喊一個暫停是 在這邊喊暫停 不打算喊暫停嗎 對 那這樣 孟響佳是還有機會用犯規來中斷 張鐵人的進攻了 對 裁判響哨哨 孟響佳現在有 可以持續犯規的機會 因為他們才一犯 前肯的第二球罰進之後 他們沒有喊暫停 呃 現在這個暫停呢 剩下6.8秒 而 孟響佳目前只有兩次的團犯 只要不是出手 球罰進來 其實孟響佳是有 用犯規把時間拖掉的機會 對 我們看到很多比賽 教練在這種關鍵時刻不喊暫停 主要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信賴場上有經驗的球員 可是 鋼鐵人這邊有三名菜鳥 好 先翻一規 這樣浪費了一秒多了 雙方只差兩分了 所以 球在塔克老師的手上 其實有可能出現戲劇性的變化 對 時間不多囉 塔克要發動 對方才有犯規的可能 結果他的球掉了 比賽結束 結果是用一個再見失誤來終結的這場比賽 孟響佳在課場 拿下了非常不可思議的勝利 第四節的鋼鐵 只得到了19分 上四節下來得分最少的 這關鍵時刻這個發球 兩次的發球 第一次其實 減號的那個犯規 塔克老師接到的 接到球的位置就不太好 那第二次的這個接到球以後 也沒有選擇去做 比較多的配合 然後反而是被 錢肯尼撥掉以後 就結束了這場比賽 哇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